47岁的林志玲在大除夕当天公布产子喜讯,收获了大批网友的祝福。 据悉,志玲姐姐在去年12月带下孩子,公布消息时儿子已经满月,而志玲姐姐也做完月子,身体恢复得不错。 虽然林志玲当高龄妈妈曾被网红质疑带孕,但无损志玲姐姐的心情,她抽空回复明星好友的祝福,还十分搞笑地询问林心如,到底华灯初上的凶手是谁? 志玲大孩子不忘追剧,让心如哭笑不得。 林志玲在2019年6月嫁给日本天团放浪兄弟成员Akira,婚后两人十分恩爱,志玲积极备孕,向上天祈求希望能够生下龙凤胎,而Akira宠妻如命。 她并没有给志玲压力,公开表示,即使没有孩子也不要紧,她会将年长7岁的志玲当孩子一样宠爱,喜获林儿之后,林志玲夫妇保持低调,养人除了公开喜讯, 就没有再接受采访,所有的生产细节都由志玲的哥哥跟爸爸透露,直到2月11日,Akira为宣传手表品牌接受台媒视频采访,在升格人妇后首度在公开活动中露脸,Akira一开场就以中文的新年快乐和虎虎声风向媒体问好,她透露,今年农历新年和老婆林志玲以及家人在日本家中安静度过,因为疫情原因, 志玲暂时不能将孩子带回中国台湾,现阶段,夫妻俩都在学习如何带娃,Akira男演出为人妇的喜悦,提及儿子,她多次感谢大家的关心,直言非常幸福,Akira表示当爸爸之后,看到儿子当然很感动,但最感谢的还是老婆林志玲,她说,世界上所有夫妻都会面临不同的问题, 我们也一样,从结婚到有小孩的过程遇到了很多困难,但这段期间,志玲都没有想要放弃,随时保持希望,坚定自己信念,林志玲从2019年开始被孕到最终当上了妈妈,经历了什么痛苦,只有她跟家人才知道, 从Akira简短的一句话,不难看出志玲的勇气,作为林志玲最亲密的朋友,蔡康永得知志玲当上了妈妈之后,也感性发文,表示非常佩服志玲追求幸福的勇气,将理想中的人生全部变为现实,Akira说, 以前林志玲会将大部分时间用来工作,结婚后主动改变生活方式,把所有重心都放在家庭和孕育小孩上面,志玲努力的样子很值得尊敬,我心里只有感谢,母亲真的很伟大,Akira被问到如何照顾产后的志玲,擅长烹饪的她表示自己给志玲煮了她爱喝的鸡汤,另外,两人在带小孩方面没有太大分歧, 基本上宝宝半夜喝奶,哭闹或换尿布,夫妻二人都会一起起床照亮,至于儿子长得像谁,Akira甜笑说,两个都像,但她也补充说,未来会减少回应孩子的相关问题,孩子的细节因为跟她的未来相关,我们作为父母回应时会低调形势,现在Akira满心所想的,就是与志玲两人携手建立更美好,更有爱的家庭, 对于即将到来的2月14日情人节,Akira坦言暂时还没有打算,或许会给志玲送上情侣表 不用打算了吧 我请不吝点赞 垫 centimeters 胡级桥皮 胡级桶 BAR BAR